哈喽,大家好,我是易子星 今天我想跟你们谈谈我在学习语言上的坏习惯 首先呢,我觉得我最不好的习惯就是我太在乎犯错误 无论是在口语还是听力方面 我先给你们解释一下 就是先说到那个口语方面嘛 就是说中文的时候我一直很怕我会说错 对,就是我很在乎就是发音不对 那个发音不太标准 或者我不是说地道的中文的还是什么 或者,对,就是这样,就是我想说完美的中文 但是我知道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嗯,这是个不可实现的事情 这个我知道 但是我还是就是在心里面还是会发愁 就是说话的时候 因为我真的想让,就是给对方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 不是这么,印象,对,我是这么想的 因为,嗯,怎么说呢 因为我的表达能力已经有限嘛 我不想让我的语言的限制 让他,就是对方误会我 或者觉得我太笨了 或者什么,我不知道 对,但是我,我还是要,还是要说 这个习惯或者这种恐惧没有 虽然影响了我的学习的过程 啊,其实我没有 其实虽然影响了我的心情 影响着我的心情 但是没有影响着我的学习语言的过程 所以我觉得还是挺满意的 我希望以后我还是可以,嗯,调整自己 然后以后这个习惯就没了 至于听力方面呢 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我,嗯,跟其他人用中文聊天 嗯,然后,就是有的时候我听不懂他们说什么 或者我,嗯,跟不上他们说,说的话 然后,在那种情况下,我可能会假装我听懂了 那就觉得,这样也不太好 因为,我怎么能,那个,进步呢 嗯,所以,现在呢,我是那种,就是比较能主动的跟他们说 哦,你可以慢一点吗 或者,啊,再说一遍吧 还是,呃,不是,还是,或者,用另一种方式跟我解释吧 这样子,嗯,以前我不是这样子 嗯,以前我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已经,我已经慢慢的,呃,就是改变了这个坏习惯 但是还是有的,嗯,对 但是,就是,总的来说,我想说,这个,习惯,那个,怕犯错误的想法,或者恐惧 我觉得,就是,嗯,可以克服的 就是,对,是一种困难,可以克服的 因为,其实,我,我已经说了,就是,就是,就是 其实,犯错误,在语言上,犯错误其实很重要 犯错,我们犯错误才能,进步的 嗯,然后,其次,啊,我的另一个坏习惯就是,跟朋友聊天的时候 然后,就是,尤其是我的朋友会英语 就是,我,嗯,就是,不知道用中文表达我的意见的时候 我就直接会用英语,就是,换到英语跟他们沟通交流 所以,我觉得,这个习惯并不好,这个我知道 然后,嗯,是因为,就是,我自己觉得,就是,就是,那,就是,我换到英语的原因是,因为,我想告诉我的对方,可能,让我很激动的事情 或者我觉得很让我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只想跟他们分享罢了 我不再想哦我想提高我的中文水平 但是其实我应该利用那段时间 就是跟他们聊天的那段时间 提高我的中文水平吧 嗯对 然后还好我有几个朋友 他们比较严格 然后他们都会跟我说 你说中文吧 不可以用英语 只说中文 所以就很谢谢他们 因为对 就是有这样的朋友都会提醒我 我应该多 嗯就是 嗯 嗯 不知道怎么说 但是对 就是我应该多 应该付出更多的 更大的努力 所以学习中文 特别是跟他们聊天的时候 就是那种比较轻松的情况 气氛的时候 嗯 然后最后 就是我觉得我现在 虽然 OK我先说现在我 我先说那个不好的习惯吧 就是 嗯 我觉得我在写作还有阅读方面 不够努力 不够努力 嗯 我虽然很喜欢用中文写故事 而且我很喜欢看中文书 但是我还是觉得我的 我觉得嗯 嗯 嗯 那个 在 在 协作方面的表 表达能力也很差 嗯 我觉得我 基本上能 嗯 让对方 让读者 那个 读者 不好意思 读者 看得懂 我 我所写的内容 但是我还是觉得我的 我的写作 没有 魅力 没有诗意 所以呢 我觉得还是需要 互助更大的努力去学习 去锻炼 那个锻炼 练习 写作 嗯 还有 多 我觉得应该去多 呃 多看书 因为看书的时候 你也能 培养语感 还有 看更多的 嗯 词语 嗯 就这样 所以呢 我不好的习惯 我的坏习惯 虽然有的 但是因为我已经知道 他们是 我已经知道他们是 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我还是 采用一些 嗯 手 手段去克服他们 或者去 改变他们的 所以这挺好的 呵呵 如果我可以这么 这么做 呵呵 这么说的 就是 呵 呵呵 呵 夸张自己了 呵呵 嗯 对我说完了 哈 嗯 谢谢你们听我的录音 下次见 拜拜 谁又要被 了 员